今年Sylor City來到澳門 有什麼玩? 除了這座床 還有很多其他人玩 去年香港玩就打完蛇餅 這裡就不用排餐飽 每日分三節 每節限千四人 26日開幕第一日 人流都不算很多 最好玩的當然是滑梯 今年就有100米長 比去年的300米短 當就不用排隊 任你上 為何你這麼大隻 哪裡才可以 當然是10秒 走吧 滑梯只有6米高 看起來也不算太高 但滑下去也挺可怕的 可以試不同姿勢 還可以搬來滑 記者就覺得 趴在這裡比坐著更過癮 玩完了我覺得怎樣 這隻我漂亮就漂亮 超容易翻艇 我爆三次了 對嗎 我覺得這條梯不斜 但上去 它拔你那一刻 很大衝力 也挺刺激的 對 沒什麼玩也挺刺激的 好啊 還有兩個水上鏡 刺激度就不夠長滑梯 但志在濕身 適合一家大小玩 你這麼快喝嗎 不扔我嗎 我買了一串燒紅彩虹飲品 好漂亮啊 拍照嗎 好啊 場內還有小食檔 價錢也不算太貴 選擇也挺多 夜場還有免費飲品 攤位遊戲就二十元次 射籃就最難玩 贏了大獎就有水泡拿走 不過似乎防水袋實用 入場就免費 當然玩水就另計 每晚還有bubble party 和音樂會 不玩水只看show 感受一下氣氛都是不用錢 但因為整個場都在室外 和往年香港搞的一樣 只得跟衣室 不可以洗澡 還有好曬 來玩之前就要有心理準備了